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今年开的非常非常丑的一颗 诺比利亚 其实这一颗每年都开 但是今年开的特别的丑 主要是被虫咬 祭马 你可以看到旁边花瓣的地方 有白白的边 这个就是祭马咬 今年都没有顾它 所以它就被祭马咬了 这个是诺比利亚 它最漂亮的是这个纯瓣 纯瓣的地方会带有丝状物 今年真的开的非常丑 第一个它被祭马咬 第二个它被挤在一起 你看叶子它被挤在下方 那因为它的开花模式比较特别 它是走侧筋出来的 它不是从有些 有些加德利亚人是从中间 中间拉一个花梗起来 它是走侧面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 侧面走一个花梗的结晶出来以后 然后开花 那你看这个都是祭马咬的 那所以就没有理它 所以就被祭马咬的乱七八糟 这一颗在我这边很久了 这个大概有四五年以上 那时候从兰元救回来的 那救回来唯一仅存一颗就是它 没有其他的 那你看它的纯瓣其实是这样子 那它有一个优点 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香 它是浓香系列的 整个都是它的味道 你靠近它整个都是它的香味 那每年呢 像今年就开了 今年就是开四朵花 那因为它走两路 这边一路这边一路走两路 那所以它开四朵花 那其实呢 这个其实还很好照顾 只是它需要阳光 光线够的话 它每年都会开花 而且开的都还不错 那因为我是板子 它已经走到其他板子上面去了 因为它原本的板子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这个 它走走走 结晶是走走走 走出来 然后越来越大 那所以呢 它会越长越大 花理论上会越开越多 假设它的路数走得更多的话 它现在只有两路 就是这边一路 这边一路 它只有两路 所以它就是开四朵花 那假设它又多了一路的话 就会开到六朵花以上 所以还是要看它有几路 几路的状况 那很香很香 但是今年开的很丑 都被祭马咬 你看 这个花瓣这个地方就被祭马咬 所以祭马的危害 其实是蛮麻烦的 因为 这边其实因为这边都没有开花 所以我这边就没有喷 喷药 所以它祭马就咬 它的花 那祭马就是那个 黑黑的一个针 跑一跑去 如果你在那个 你的兰花园 或者是你的花上有看到的话 那个就是祭马 那祭马就很麻烦 它就一直乱咬 那它也会咬叶子 不过呢 对这种 这种加德利亚的叶子 对它来讲 没有什么用 因为它太硬了 但是对它的花而言 是软的 所以它会咬花 那其实 农利亚理文商 它会有这个 纯瓣是那个条纹型 你看每年都开的不一样 以前条纹跟今年 完全长不一样 那每年的状况都 有点不太相似 你看这个 这个 那有些条纹会很明显 特别如果你有看过 那个白色的个体的话 白色的 诺比利亚 它那个条纹是非常明显 因为它对比性很强 整个花都白的 而这两年 其实诺比利亚比较少见 因为 我觉得跟市场有关系 这两年的诺比利亚 相对而言 在花式上也没常看到 那相对而言 就不太常见了 以前有一阵子 蛮流行的 那这种兰花 都是一阵一阵 你会发现突然 诶 这个就不见了 就是没有 没有人买 或者是没有人 没有人收 然后它就不见了 然后消失 很长一段时间 那可能过两年以后 风水轮流转 它又回来了 但是很难讲 因为 它这个是 像Wokey以前 这种走路人系列 是我蛮喜欢的系列 在几年前 有非常火红一段时间 那这两年 又冷淡下来了 所以其实 原生种加德烈蓝 就是这样子 一段一段的时间 会热门一阵子 像今年的 如果你今年有在 有在关注的话 你会发现 今年的路德特别多 表示前几年 大概四五年前 有特别多人 做路德这个品种出来 那今年呢 刚好是到它开花季 所以你会看到 很多很多路德出现 可是过两年 就不知道了 这种东西就是 一阵一阵 就是你会发现 一阵会出现 某一些东西 特别的多 因为 其实加德烈蓝 这一系列 从种小苗到开花 要四五年 所以育种期 应该都在四五年前 所以其实非常久的时间 那可能那时候 有人育种 然后开始种 然后到开花 那需要很长的时间 所以你会在某一年 会突然看到 大量的某一种品种出现 好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